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正,歡迎收看正在玩什麼這個節目 那麼又到了我們的月龍繁殖教學時間啦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月的月龍叫做什麼 巨蟹做龍 那要如何繁殖呢?一樣點這裡,繁殖說明 他跟你講說,如何繁殖巨蟹做龍呢? 使用兩隻合起來具有大地流水火焰金屬 這些元素的魔龍就有機會繁殖出巨蟹做龍 這四種元素呢,你可以1配3,你也可以2配2 都有可能會中獎 那這邊我還是一樣提供大家一組我個人覺得比較不錯的組合 那就是火龍加上鐵鏽龍 那長什麼樣子呢?來帶大家看一下 左邊這一隻就是火龍,右邊這一隻就是鐵鏽龍 那一定有人會有疑問啊,那鐵鏽龍要怎麼繁殖呢? 很簡單,鐵鏽龍就是用水龍加上裝甲龍 左邊這一隻就是水龍,右邊這一隻就是裝甲龍 原則上呢,如果你沒有我推薦的組合也沒有關係 你只要按照繁殖說明的四種元素下去配 都有可能會中獎 那我們這邊順便介紹一下巨蟹做龍的3個屬性 第一個屬性是傳奇 第二個屬性是流水 第三個屬性是暗影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的,那今天的遊戲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小鎮,我們下次見 掰掰 祝大家都能夠得到這隻巨蟹做龍 掰掰 喔對了,這個月又有神聖寶箱的活動 記得這75張票券要去拿喔